二战时期的飞虎队老兵莫伊尔30日庆百岁生日 他选择了一个奇特的方式庆生 驾驶一架老式飞机飞上蓝天 莫伊尔此次飞行或创下多项世界记录 他无疑是飞虎队老兵中最后一名驾机重返蓝天的飞行员 或许还是全球能驾机单飞的最年长二战时期的飞行员 为他组织30日生日聚会的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表示 莫伊尔至今仍然保持着有效的飞机驾驶执照 中午12点 莫伊尔出现在加州奥比斯波县圣路易斯市的区域机场的一处机库内 这里临时改装成为了莫伊尔庆生的会场 在百岁飞虎老兵出现之前 这里已经有百余名莫伊尔的亲友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的会员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现场陈列着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张廷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总领事王东华的贺壮 以及张廷总领事夫人所送的鲜花 莫伊尔虽然是百岁人锐 可是他看上去却像是70岁的人 他身体硬朗耳聪目明 而且思路敏捷 对媒体记者的提问有问必答 他还回忆起了自己当年在成都 协助中国军民抗战的经历 他1944年在成都驾驶P40战斗机 多次为美军轰炸机护航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他曾经多次回到中国 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变化 他深刻的记忆是中国人民 对飞虎队老兵的感激与热情 下午一点前 莫伊尔驾驶着他1975年购买的 1964年产的模拟牌飞机飞上了蓝天 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两圈之后 稳稳地降落在机场 这位飞虎队老兵走下飞机的一刻 在场的亲友同声高唱生日快乐 祝贺老兵百岁生日 1942年 莫伊尔加入US Army Air Crops 美国陆军航空军 开始做一名航空学员 并在俄亥俄州的 爱克朗大学攻读工程专业 莫伊尔的战斗机训练 是在美国南部开始的 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 学习的驾驶P40战鹰式战斗机 与P51野马式战斗机 他后来又在佛罗里达州的 塔拉哈西市 学习驾驶了P47雷霆式战斗机 莫伊尔对驾驶飞机 保持着终身热情 他从1929年1930年起 就开始到各地去看全美的飞行比赛 那时他只有9岁10岁左右 他上高中时加入了一个飞机模型俱乐部 与朋友一起做飞机模型 他看上了一个俱乐部朋友的妹妹 格布瑞拉 后来在他随部队前往前线之前 两人订了婚 1944年在他从战场上返回美国之后 两人便结了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